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自己在实战当中的两个经验吧 什么经验呢 就是说经常有人同学在后台问我 就说博士 你的一个有没有特别有把握的路长点 或者说哪种形态是比较 让你感觉很想去种仓的 这里我也坦诚的跟大家讲 那么有两种形态 我是比较喜欢种仓的 其实我所理解的种仓 跟可能大家理解的种仓不一样 我所理解的种仓只是说 在我合理的一个资金管理范围之内 而且是在盈利的前提下 我可能会重一下 平时我还是严格按照半年或者一年 严格按照我的一个资金管理去走 不会轻易去变 因为不是我说我水平有多高 而是因为以前是亏怕了 所以现在变得很难笑谨慎 就是说有些规条定起来 就不会轻易去更改 我认为我不太 现在不会太去追求这种暴力啊什么的 原则上还是追求稳定 持续的每年的长期的稳定 不显给自己太增加额外的压力 但是呢今天介绍这两种手法呢 可以作为一种突击的手法吧 就是说万一碰到什么比较特别的完美的形态 可以适当的参为重一点 那么我的两种心得 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谈一下 第一就是一个弹簧理论 这是我自己想的 可能也不是我自己取的名字 只是我有时候突然想起来给他取个弹簧吧 我把k线理解为就像弹簧一样 长长的短短的 那么弹簧什么呢 你会发现k线如果很长 当天啊 我只仅限于当天这根k线如果很长 那么有可能它会收回来 就像弹簧拉得很开 如果它的力量是刚开始距离这个开盘价张开始往爆发的 那它还要继续扩张 这个意思 那么我这个谈谎理论是 如果说开盘价格距离 开盘价距离60均线附近 大家记一下一定是附近 那再加上MACD是同色的 其实变红或者是一个做多假设 是变红 那么如果你做空 那就是下面的比如说变绿 变蓝一样的 那么它的胜率80% 那么这种形态我会再突破 开盘价突破60均线的时候直接入场 怎么理解呢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就是说我们现在问一个问题 就是回答一个问题 之前有人问我 他说我也是用均线入场 但是均线到底在均线哪个位置入场 其实有好几种 他说在均线 我说在均线附近 我的对均线附近的理解是有好几种形态的 那么第一种今天简呢 就是说有一种 那么就正负20个点以内 你不要偏离太远 那第二个种就今天简单这种叫什么呢 突破法 就是说原则上我建议可以先收盘入场 但只有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就不要等收盘了 因为它的力量会很强 你就直接开盘破60均线 这个均线的价格破掉 马上就跟 这很关键 千万别等它收盘 收盘的时候 这个收盘价距离有可能 万一速度比较大 那么它的一个收盘价距离这个均线就会比较远了 到时候你会比较麻烦 要去找吗 又不合适 要等好几天 有可能回来 有可能不回来 是不是 所以说这里 大家看这张图 鼠标这里 这个阴线 它的开盘价距离60均线 我的均线系统比较近 然后开盘 我直接录 开盘不错了 开盘之后破60均线价格 直接录 对应的它下面的MVCD是蓝色 因为蓝色 我之前一直减掉 代表的就是做空的力量 如果是这里红色 你就不要做了 说明是多头的力量还在 那么你这两个信号就可以过滤掉 大家可能还会问 那它左边这个小沿线 它打下来又抽上去了 那么碰到这种情况 那左边之前这种小沿线要不要录 我认为如果说它开盘价距离 这个小沿线是近的 小沿线距离近线比较近 那么就直接录 至于它瘦盘瘦成这样子 你也不用太怕 因为你的止损是这根阴线的上方 对不对 所以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你把止损定好 突破就直接录 因为有些人会担心夹突破 那夹突破之后 也看它有没有达到你的止损位 如果没有 你就不用怕 一旦错过就很可惜 这是我强调的一种手法 反正胜率我个人觉得还可以 但前提是一定要在60均线附近 我会下面举个案例 什么图形 什么样的图形 什么样的图形是不能录的 那么还有配合MACD过滤 大家再看这张图 这张图大家看一下 这种也是开盘价 它又在均线附近了 好 那么下方MAC60变蓝 突破60均线直接录场 你想啊 如果说你不等突破路 等收盘 你看一下 它一直在线下走 就从来没有贴到60均线上方附近 给你在路场的机会了 所以这是我的理解 突破就录 止损也好事 那么大家再看看其他点 比如说很多人说 我在这里能不能录 如果这里开盘价距离比较近 你也可以录 如果它真的站完了 你这里已经赚了一些了 那再上去你大不了就小亏 宝本 或者说小亏丁点去离场 也是等于试错的成本 所以这里一定要检究一种 就是说突破路场 那么大家再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开盘价距离均线比较远 有点远 那这种位置破下来 有些人他不懂 哎呀下来了下来了 破60均线了 要不跟 他说那就跟吧 线下直接做空 但是你要看 它的开盘价距离你60均线啊 都像弹簧一样 这个距离空间有点大了 拉得这么大了啊 有可能随时收盘之前会反抽 对不对 因为这种图形很多 所以说好 只要距离大的 你就不要入场了 就耐心等他收盘价 收盘价是验证这个位置 能不能突破的 很关键的一个位置 他收盘价就收上去了 那就不用管了 收上去说明 他还没有真正下来破位 那继续等 继续等 不用管他 就这个意思 这个手法 我希望大家去看一下 次数上 虽然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点 但是如果你能够融会贯通的话 我觉得对你的一个均线系统 路场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我自己这些小技巧呢 有的时候别小看了他 有的时候就可以帮我 规避掉一个假的信号路场 为我节省了不少钱 有的时候可能 这个就是说突破就直接路场了 也给我找到了比较好的 一个爆发点的位置 我都比较心理 这是我常用的两种形态吧 所以这里分享给大家 那么我们再看我的第二种说法 就是什么呢 ABA理解 这也是我自己取的名字 主要是为了自己方便 有印线比较深 好记 那么ABA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A就代表这根K线的开盘价 B是代表这根K线的最高 或者最低价 C 另外最后面这个A代表什么呢 代表价格重新又从B 回到了A 我给大家看一张图形 大家可能就看明白了 可能这里语数上 这个简单 大家未必能听得懂 那么 其实这个就理解为一个上影线 跟下影线的区别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一下单根K线 我指的一定是要把这些东西 都发生在单根K线上 你是做路场用的 那么大家看 它的开盘价在这里 A 又最低打下来 打到一个最低点是B B 最低点理解为B 然后这根K线收盘的时候 还没这个走完 它中途又重新回到A 这个开盘价 那么怎么办 又在均线上方 那么信号显示做多 直接就在开盘价 这个位置就可以做多 下方就可以止损 定到这根线的最低点 这是我对ABA这种手法的理解 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下影线 或者上影线的做法 那么这个做法有什么好处呢 我自己反正做过来就觉得它胜率挺高的 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相当于我在空中往上抛 抛一个球 A这个点是我手上开始抛的一个点 抛到空中的时候 碰到这个天空中的高点 它又重新往下掉的时候 又掉会在我重新再抛球的那个位置 我就感觉又上又下就像坐电梯一样 说明它这个根本就冲不上去 那么我的路产点就是会在我重新抛球的那个位置 做空它 我认为它还会继续往地面上掉 那么我认为它的胜率会很高很高 你为什么不会抛到高空中最高点的时候去空呢 因为这个高点我们谁也不知道它到底在哪里 只有等到它这个力量衰竭的时候 重新往下掉的时候 那么在什么位置是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好的点呢 就是我抛球的那个位置 我也不会说它从空中抛下来 掉了个三分之一我就去空它 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假信号啊 这个信号啊 只有它回到我的一个起抛点的时候 也就是开盘架的时候 我把这个作为分界线 那么我认为就把握度非常大 这是我的一个路产点 大家再看一下这张图 再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也是这样子 现在有下影线啊 开盘跌下来 收盘之前就打回去 那这种图怎么做 我们不要急着马上在这里做多单 像这种距离晶线比较近 但是它又没有突破均线 那么继续等 等一天两天三天 然后第四天这根延线的时候 破这个均线价位的高点 或者左边这根均线的高点 你哪怕这个阴线继续也行 只要止损定在这根延线的最下方就OK了 那么就比较安全 心里就不要踏实 就大概率是要启动 这是我的手法 大家再看这张图 开盘在这里 最低点打下来 收盘这下收回去 那什么时候路产 它也在均线下方 我们也不要着急路产 应该是这根延线的时候 开盘架距离这个线那么近 中轨啊 这个六十均这么近突破这个六十均线 直接入场 又配合左边是一根下引线啊 就是ABA的模型 心里就更加有把握啊 就是一句话 亏了也值得 这是我的理解 就是说亏的也比较心肝 亏的也是心服口服啊 因为这样的胜率很高 我觉得值得冒险 值得去下单 这是我的一个见解 那么什么图形不要做呢 大家看这张图 有些人说 那它也是一个下引线啊 你看开盘架 冲到最高点 又重新下来 我要不要在这种位置 去做空它呢 首先这种图形 大家不要去做 很危险 为什么呢 首先我要前调一点 这种ABA的形态 必须出现在均线附近 一定要在线上 和线下一丁点 像这种这么偏远的 大方线 还是在线上运行 只能做多不做空 这个大家一定要一定要注意啊 这里也就是我们区别 这个ABA模型 到底是处于什么位置的 很关键的一个点 包括突破点 你看这种图形也是这样的 它开盘架 突破60均线 我们就可以直接入场 不必要等到它收盘了 因为收盘的时候 已经有点远了 除非你说 我收盘也敢入 那么我就止损再放大 仓位再减小 也可以 这是另外一种做法 那么这种图形就不好录了 因为它距离均线有点远 不符合我们的形态 所以这两种手法 那么就是说 我希望大家都去想一想 都可以各自的去图形里去寻找 它都适合于日K线图 也60均线 而且也不同的均线都可以用 因为我用的是60均线 你们可以用20均线 都可以 因为20均线先对来说 机会会更多一点 那么这两种手法 所以可以说是我自己常用的 就是配合我的均线系统 常用的两个关键点吧 出现这种图形的时候 我可能仓位会适当加重一点 我不对 我就马上用这根沿线 或者阴线的最低点最高点资料 也亏不了多少钱 万一对的话呢 就是一个爆发点 这个是我的一种实战技巧 那么也希望对大家 有一定的借鉴跟参考 这节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